既供活佛慈欲,让人间成为净土 法传是无极劳母宫殿 是众生躲劫避难的地方 徒儿人间一佛堂,天上一法传 一间佛堂一法传,度化有缘返无极 佛堂又称慈行,无极劳母宫殿 是众生躲劫避难的地方 有形的佛堂,也许在有的徒儿 看来觉得没什么 只是一群人坐在这个地方 但是无形当中,有上天天命的保护 上天灵光的加持 天命的保护可让徒儿在佛堂当中 暂时性的不受因果讨报 而且在佛堂当中灵光的加持 上天灵光加批在各个徒儿身上 可以让各个徒儿的智慧更加增长 智慧越来越开通 许多众生来到法会之中 听了许多的道理,可以慢慢地发心 慢慢地明立,从原本的不了解 进步到越来越明立 所以无形当中有一股感化人的力量 在潜移默化当中 用每一个徒儿的德性 前辈的德性 以及上天在暗中护持的这一分德性 慢慢,默默地去潜移每一位众生 不明立的地方 甚至出了这个佛堂之后 以各个徒儿的德性 去感化天下每一位众生 让他们由不明立进步到明立 慢慢地越来越好 心性越来越开朗 无形当中 上天的这一股力量 虽然徒儿们看不到 但是上天给了徒儿们 许多的印证与显化 这个徒儿们总看得到吧 不要不信鬼神 天地当中自由因律存在 自由末后审判 做好的上天祭公家奖 而且这本来就是应该要做的 做不好的上天也会惩罚 也会有刑罚 因为人心起了不平不满 才会有恶欲的成立 若是人的心都是非常明立 修得非常的好 那这个地狱自然就消失掉 自然这个人间就是天堂 就是净土了 所以修到之后 要慢慢地改自己的脾气毛病 把个人不好的那一股杂质 统统都洗除 去掉 让这个人间成为净土 成为莲花邦 在这一股杂质 中断